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台车是12年9月份上牌 咱们大连本地一手车 才跑了3万5千公里 是1.6自动标配的 没有天窗没有皮座 但是斯科达的配置相对来说比较厚道 这个车双安全技能 ABS EBD ESP都是标配 车身稳定控制系统 这个可不是所有的竞争对手都有的 这个车的品牌认知度 不如挂大众标的对应车型 但是胜在价格比较便宜 像这辆车只卖5万多块钱 就是要价5万8 实际成交价在5万34左右 练个手带步真的不错 这车的空间非常好 明镜车是标准的德系紧凑型轿车 我们来观察一下这个车的配置 1.6的16伐的发动机 爱信的6档手自一体变速器 这边是四门的电动窗 电动后视镜 后视镜带电加热 还带巡航定速 车主自己升级了DVD导航和倒车影像 没有天窗 是步座 但是大家观察一下 步座的成色还是不错的 来看一下 储物空间也比较足够 一手车说明书保养手册都在 我们来看一眼 空调转向助力都是标配的 胎压电控 还有ASR 我们说的ESP 储物空间也比较多 手刷是手动的 程度非常新 里程非常少 35,000公里 座椅都是手调的 主驾的位置高矮可调 靠背角度是拿旋钮的 大众的车都这么设计 作为家用车 它毫无疑问是称直的 车的空间比较宽敞 1.6的自习发动机 养护成本比较低 手自一体的变速器 6档的油耗也不是很高 动力谈不上有多澎湃 如果你喜欢动力好的 它还有1.4T的车型可以选 这个车练手带步 毫无疑问是不错的 德系车一贯底盘扎实 跑高速给人的信心十足 很沉稳 这个车虽然认知度不高 但是性价比比较高 卖的比较便宜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看一下 明锐的后排空间还算是比较宽敞 西部空间一全零四指 头部空间一全零两指 地毯的高度有点高 这个是它的银河缸 有后空调出风口 就算是一个亮点 坐两个人比较舒服 坐三个人可以接受 作为家用车来说毫无疑问是称职的 单位办公也有用明锐的 总体来说 这个车 车况非常好 虽然已经有一二年到现在为止 已经是七年的车龄了 但是层色很好 大家看一下 座椅的损耗很轻 层色非常新 三万五千公里时表 没有过户史 价格五万冒点头 真的挺靠度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来看一看 明锐车的外观设计中规中矩 多少显得有点老气 它不像其他的品牌设计的比较激进 它一向是走的比较沉稳的路线 斯科达的标志 我们来看一眼 这车的后备箱 跟别的车不一样 大家注意到了吗 可以把后风挡一块带起来 整个行李箱开口很大 不折叠后备箱后排座椅 它的容积应该是在400到450 如果您需要 座椅可以折叠放到 它的载物空间可以扩大到1000升以上 对家用车来说是很有意义的 车铃虽然不短 但是里程真心很少 车况非常好 五万多块钱 真的很靠谱 感兴趣的朋友 来看一看 这台明锐我们就介绍到这 如果大家对这台车感兴趣 可以关注我们胡侃汽车 点击并留言 斯科达明锐 我们会有更多这台车的资讯预论推送 请大家关注我们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